探索科学新知体验生活科学 今天的发行科学专题 要带您来看看一段梦幻的画面 每年农历3月23号 妈祖生日晴后起天 也是屏东墾丁珊瑚产卵的高峰期 看起来很像是满天星斗 又很像是海底世界下雪了 非常的浪漫 那在珊瑚产卵 除了有分有幸跟无幸 特别在月圆之夜还会更加活跃 您知道原因是什么吗 我也好想知道 带您一块来看看 这里是屏东墾丁的跳石海域 国立海洋生物博物馆的研究团队 全副武装浅到水深5公尺以上的区域 就是为了记录下珊瑚产卵的珍贵时刻 就像是天女散花一般 湛蓝的海水里 沉接上外科的粉红泡泡在水中漂浮 如此梦幻的画面 每年只有这个时间才看得到 墾丁绿岛会在大概是现在这个三月 农历三月二十三号附近前后会产卵 可是如果是台湾的北部 可能就会稍微比较慢一点 通常可能要再延迟一个月到两个月 才会进行同步产卵 原来每年马祖生日也就是农历的3月23日前后 是珊瑚繁殖的高峰期 墾丁附近海域的珊瑚今年也准时产卵 包括九孔珊瑚 橘珊瑚 石珊瑚等都有大规模产卵的情形 我们看到那个一个水中的粉红色的通常是一个筋软 然后里面会有从数颗到数十颗不等的软在里面 这个同步产卵的这些珊瑚 它是就是其实用大量的软来去拼成功的树木 所以它的存活率其实没有很高 因为水中可能还会有一些鱼类会去吃掉这些软 为了能够顺利繁殖 珊瑚繁卵是以成千上万的卵海战术 来抵抗海中其他物种的威胁 在珊瑚成熟后 为了诱发它产卵的讯号 除了海水温度之外 体内的影花色素更是扮演着关键角色 它是一种对蓝光敏感的蛋白质 能够诱发珊瑚成卵 通常在月圆之夜时会更活跃 那主要跟太阳下山时间跟月亮出现的时间有关 它其实是需要一个黑暗期 就是太阳下山后月亮升起之间 要有一个比较有一个黑暗期来诱发 然后来去调控里面一些影花色素的表现量 然后就会来调控珊瑚的大锅膜产卵现象 属于次细胞动物的珊瑚 生殖方式其实有两种 分成无性跟有性 无性生殖是经由出芽 分裂或断裂来产生新的珊瑚体 虽然效率高但缺少精英交换 长期繁衍下来竞争能力会降低 而有性生殖的珊瑚 75%以上是雌雄同体 在繁殖期会同时释放出精子跟卵子 让两者在水中形成受精卵 经过一段时间才会慢慢发育成珊瑚幼苗 只不过在全球暖化的高温下 珊瑚也成了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2020年受到大白化影响 导致珊瑚整体产卵数量下降 所幸这两年生态恢复良好 肯管处表示 今年整体珊瑚数量有增加 生长状况还算不错 也同时呼吁大家 在潜水时请勿触摸珊瑚 更要减少污水排放 珊瑚富裕仍仍有责 否则这产卵的美丽景象 恐怕会随着暖化慢慢消失